北京时间9月22日,去The Athletic,记者乔恩·克劳行斯基报道,有联盟消息人士透露,如果森林郎没有把自己交易出去,那么吉尼巴特勒可能不会报道参加森林郎下周的季前训练营, 唐斯逼宫森林郎,我无法与巴特勒共存吉敏巴特勒不会参加森林郎宣传营在巴特勒,提出交易里对请求之后,森林郎坚持希望留下这位29岁的全能战士,虽然已经有多位其他球队的高管给森林郎管理层打电话,询问交易巴特勒的可能性,但是森林郎给予了教廷,并告诉其他球队的高管们,巴特勒是一位精英球员, 他们打算留下他,不管巴特勒为何提出交易请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是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的。 据联盟消息人士透露,如果森林郎没有把自己交易出去,那么巴特勒可能不会报到参加森林郎下周的季前训练营,巴特勒在向森林郎申请交易里对时,也透露了自己愿意前往并与之虚约的心仪球队, 尼克斯,快传,蓝王的,据联盟消息人士透露,巴特勒最想去快传,他的心仪下家可以根据森林郎与其他球队的谈判情况而扩大。 消息人士还表示,在今年7月份,就有至少一支球队,向森林郎询问交易巴特勒的可能性, 但是森林郎很快就拒绝了,消息人士没有透露这支球队的具体询问时间,而正是在7月中旬,巴特勒拒绝了森林郎给他开,出的4年1.1亿美元的许愿合同。 不过,即使森林郎,篮球运营总裁监主教练他母西伯都不想交易掉巴特勒,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可能不在他。 据媒体之前的报道,森林郎老板格伦泰勒计划与西伯都总经理斯科特兰等一起参与决策过程,考虑到如果巴特勒在明年夏天以自由球员的身份离开, 那么森林郎就不会得到任何回报,所以泰勒对如何处理他对的交易,请求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在泰勒的监督下,森林郎过去有过交易单价球星的经历,包括交易凯文加内特和凯文勒福。 此外,泰勒今天在参加NBA理事会时,拒绝谈论巴特勒请求交易一事,他只是简单的说道,这太令人失望了。 并据意SPN记者扎克洛维透露,森林郎想在巴特勒的交易当中处理较哥尔及吉尔的合同,吉尔在2016年和森林郎签下一份美希斯年价值64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 这份合同还省三年4800万美元,无法确定森林郎将会与哪只球队完成交易,也无法确定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完成交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吉尔的加入势必会降低巴特勒的交易价值。 找雷